无尽的恐惧 尹芳看他一眼 走过来一只脚踩着他的手 冷冷地问他 我再问你一遍 怎么让我弟弟恢复正常 千鬼真人在这摇头呢 剧烈地摇头 不可能恢复 不可能恢复的 尹芳没有听下去的意思了 直接砸断他一只手 千鬼真人瞪大双眼 再次腾晕了过去 我再次用水把他浇醒 千鬼真人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已经到了垂死的边缘了 他摇摇头都哭出来了 我再问一遍 尹芳眼睛变得通红 千鬼真人虚弱地说道 真是没办法 你弟弟我已经练了他七八年了 怎么可能能恢复 恢复不了了 他这话听得我一惊 我心中的担心真的成为事实了 尹芳弟弟已经没有一点神志了 或许他真是没撒谎 一旁的尹芳眼睛越来越红了 他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再说一遍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我急忙拉住他 即便他是灵异调查队的 这个千鬼真人也该死 但杀人肯定不行 千鬼真人 眼睛瞪得老大了 恐惧残留的一只手 扭动着身体 往后推着 尹芳哭得越来越伤心了 我叹了口气 难道我们就白忙了一场吗 尹芳弟弟永远只能那样吗 我不要这样 我弟弟不能这样 尹芳几乎都崩溃了 我从来就没见过他这样 好像要发泄心中 积聚已久的情绪一样 他可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就这么崩溃了 我心中窜出怒火来 一脚踩住千鬼真人 喂 你刚才有没有说谎 千鬼真人无力地摇摇头 我盯着他的脸 他脸上已经没有气遮盖了 他的面相显示 他真是没说谎 我叹了口气 尹芳走了过来 木然地看着千鬼真人 既然我弟好不了了 那你把我弟弟害成这样子 那我也要你 跟我弟弟一样 他说着 拿出一张黄符和一根银针来 他把这根银针插在了 千鬼真人的眉心上 不要 不要 千鬼真人吓得直叫 尹芳也没理会他 紧接着黄符贴在了他头顶上 然后念出咒语来 千鬼真人脸上有惊句 缓缓地变成了木然了 我盯着他 我盯着他头顶上那张黄符 轰然燃烧起来 我隐约看见一个透明的影子 从千鬼真人脑袋里头爬了出来 赫然是他的一魂三魄 尹芳这张黄符贴了上去 这影子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自散开来 而千鬼真人已经彻底目光呆滞了 我跟尹芳就这么无声地 看着千鬼真人很久很久 尹芳的脸上 恢复了冷漠的表情 轻声对我说道 走吧 我们可以回去了 看着尹芳这样子 我除了叹气 也就剩下叹气了 他是死心了吗 跟着尹芳回去 但是到了休闲会所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警察 把这给包围了起来 尹芳跟那带头的说了几句 表明了身份之后 我跟尹芳 再次到了会所的二楼 刚才尹芳布置的风水阵 已经被破掉了 那两只鬼也逃走了 我们也没这本事去追去 或许只能让尹芳 把同事叫过来 对付这两只鬼 我和尹芳重新下楼 我坐在尹芳的车上 现在我要尹芳开车 先带我回去 我不知道张强在哪 但是我现在要是回去 那么跟他就碰不着面了 我就杀不了他了吧 尹芳坐在车里 虽然恢复了淡然的神色 但是他愣愣地看着前方 眼睛一直都是红的 我身边这女人的承受能力 我是佩服的 从小把弟弟拉扯到 那个时候 他仅仅是个少女呢 可以说 把自己美好的青春时代 都给了自己弟弟了 现在还截然以身 我想我自己受了委屈 或者什么伤心的事 会大醉一场来好好发现 但是尹芳不一样 只会用冷漠来伪装自己 我知道 他现在冰冷的伪装 直下是一颗受过伤的心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车里面只有我们俩的呼吸声 沉默了很久 尹芳转头看着我说道 谢谢 然后发动车子 准备送我回去 看到车子往回走了 我松了口气 现在我回去了 那就遇不上张强了 那他也就不会死了 绝对是不会了 一路无话 其实我在半路的时候 也想再给他算一算 我也想知道 他弟弟是不是真没救了 我跟尹芳说了 但是他不同意 摇了摇头 尹芳送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钟 我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尹芳自己开车回去了 想必应该去想别的办法 他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自己弟弟的 但他弟弟 牵轨真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可能恢复原样 毕竟练花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自己 心里抱有一丝希望 总是好的 不然我之后 绝对不会看到尹芳笑了 她是一个 我敬佩的女人 我不希望她变成那样 打开店门 走了进去 时间也不早了 我不打算再开门了 到了店里之后 我把玉佩拿了出来 我现在最关心的 是张果果伤成了什么样 我轻声询问一下 张果果虚弱地告诉我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我也点头了 这段时间 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会打扰她疗伤的 简单地给自己 做了一顿饭吃了之后 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我越发心神不宁 我犹豫再三 决定找张强问清楚 我不想一辈子 都有一个遗憾 我把电动车推出来 朝着张强的船去去 我骑的速度很快 大概半个小时 我就到了张强 停在河边的船边的 他那老师船 船头的灯没亮 看来他是没回来 我直接跳上去 不死心地去敲敲他的船屋 这里头黑漆漆的 没有灯光 他真是没回来 看着船屋的门锁 我之前确实想进去看看 但是现在不想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啊 我摇头走到了船头 等了一会儿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掏出来一看 是备注张强给我发了条信息 他说想跟我好好聊聊 现在在市区的公园里边 等着我呢 看到这条信息 我心里边顿时就惊疑了 他这什么意思 想引我过去杀他吗 我纠结了几分钟 决定还是见见他 我现在没有杀人的心思 我没必要让自己朝那个方向去想 或许那个梦只是个巧合 真的跟李明达说的一样 梦就是反的 我现在过去 或许还能救他一命呢 如此一想 我赶紧骑着电动车回去 我得去村头等低时啊 一路狂奔到了店门口 打开店门把车推进去 我背个背包就出来了 但是刚转身 我就愣住了 你干什么去啊 说话的居然是我师父 他怎么过来了 我急忙走过去 我师父盯着我脸色难看 我急忙说道 有个朋友 让我去找他 我师父盯着我 沉默了下来 再一次看见我师父 我自然开心呢 我妈也说过了 师父把我养这么大 不管怎么样 他始终没想过杀我 就这一点 就值得我一辈子感激他 沉默了好久 我师父突然冷冰冰地盯着我 你是不是破禁忌了 我点点头 接着问 师父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当天晚上 有四个纸人过来了 第二天 有四个无头阴兵来了 师父冷笑一声 他们 是不是找到了一个箱子 对呀 第二天 他们找到了箱子 还给抬走了 我师父没说话 我试探着又问一句 师父 那个箱子里边装的什么呀 你很想知道吗 师父淡淡地问道 我点点头 为什么我破忌之后 就会有纸人和无头阴兵过来 这一点让我很奇怪 还有那个箱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呀 这一点让我很好奇 很简单 他们还会再来的 你到时候有本事 让他们开口 你不就知道了吗 师父这么一说 我立马一愣 他们不是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怎么还要过来呀 没等我说话呢 我师父是不想继续聊了 转身要走 他头也不回地传了一句话 人要学会成长 不然你永远只会这样 记住 别半路就死了 听着师父的话 我急忙说知道了 然后就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师父没搭理我 已经走远了 我再次大叫一声师父 他停了下来 但是没转头 而是在过了十几秒钟之后 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小天呐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假已乱真 真已成假 假不出 真定假 我愣在原地半天呢 师父他说完这话 已经走远了 可他这话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算死命 作者 九品一局 演播 新兰 紫金墨 后期制作 喜欢看书的猫 第八十二集 师父突然出现了 就是为了交代我这些吗 我妈上次说了 师父下山了 我以为 她是去了什么地方 没想到 她居然过来找我 沉吟了片刻 我实在想不清楚 师父说的真假 是什么意思 我心里边担心张强 所以急忙朝着村头跑去 在村头等了十几分钟 正好有低势路过 所以 我搭了一辆顺风车 朝着张强说的公园去了 张强说的公园 人少也特别偏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等我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得见见他 迷迷糊糊的 居然在车上睡着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是让人给推行的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三百 我给他三百 开门走了出去 司机大哥也好奇 我为什么来这儿啊 说了句 小伙子注意安全 就开车离开了 这公园很大 设施其实不错 但是散步的人很少 再说 这时候我也过了散步的时候了 因为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我独自朝着公园走去 公园里的大树很多 路灯的灯光被大树的枝叶遮挡着 零零散散的光束 在昏暗的视线下显得有些阴森 我对这公园不熟 但是找了一圈 还是在路边上 看见张强的车了 这让我松了口气 只能给张强打电话 问他现在在哪 手机传出拨号的声音来 但是没人听 我心中奇怪 又打了一个过去 这时候 我听见远处 有铃声传了过来 我一愣 辨别着声音传出的方向 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 缓缓走去 很快的 我发现声音 是从湖边的大树后边传来的 我自然缓步地走了过去 张强 莫非是睡着了 我准备从树后边绕过去 但是突然愣住了 因为我看见一双脚 这双脚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竖立着 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 我心中一疙瘩 瞪大眼睛看过去 一双脚 一双腿 然后就是一双平摊的双手 紧接着 就是一具躺着的人 我瞬间就呆住了 这人看不见脸 因为他的脸赫然被块石头给挡住了 这块石头鲜血淋漓 压在这人脸上 我脑海空白看着这一切 愣愣地走过去 蹲下来 双手抱着压着脸的石头 死死地盯着石头下的脸 用力地把这石头抬了起来 当我把石头抬起来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就无法呼吸了 因为这一幕我太熟悉了 这张脸我也太熟悉了 赫然跟我梦到的场景一样 躺在地上的正是张强 他满脸是血 但是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强被人用石头砸死了 怎么杀他的人不是我呢 脑海已经空白到无法形容了 我愣愣看着张强这鲜血淋漓的脸 不知不觉伸出颤抖的手 去朝他鼻子伸去 这 我的兄弟 怎么能死了呢 但是就在这时 四周响起警笛声 四五辆警车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七八个警察从车里拿着枪冲了出来 冰冷的枪口全都指着我 我直接呆住了 别动 把双手举起来 其中一个带头的警察 冲我吝声的喊 我站了起来拼命的摇头 人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证据确凿 你还狡辩 靠起来 两个警察 冲我冲了过来 抓住我的手 冰凉的手铐 直接就靠住了 他们把我朝着警察拽去 我脑海空白 挣扎着回头 看着血泼里的张强 他好像睡着了一样 躺在地上 孤零零的 一瞬间 我眼睛就红了 他就这么死了 脑海里不断浮现 我用石头砸张墙的画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押进警车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带进警局的 整个过程 我都呆住了 直到警局审讯室里 强光照在我的脸上 让我刺痛起来 才回过神来 我下意识地低着头 想避开强光的照射 但是没用 我除了眼睛疼 根本睁不开 审问我的 是一男一女两个警察 其中这男的 敲了一下桌子 冷冷地开口 说吧 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摇摇头 人不是我杀的 你们抓错人了 男警察冷哼一声 哼 还狡辩是吧 现场证据确凿 人是你杀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老实交代 我低着头 强忍着眼睛的剧痛 看着他 证据呢 你怎么能证明 人是我杀的 我只是去找他 到公园的时候 他已经被石头压着了 我过去 把石头抬起来 整个过程 就是这样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心里 除了哀伤 就是愤怒了 现在的一切 我就算啥也能看出来 我被人陷害了 有人拿张强的手机 给我发了条信息 他发信息的时候 张强 就被这个人制服了 而且这人 算准了我到的时间 在我去公园之前 他用石头 把张强砸死了 这个杀了张强的人 想找我当替罪羊 整个过程真是滴水不漏啊 妈的 这人到底是谁呢 还不想老实交代 这男警察冷哼一声 语气变得强硬了 他拿出一张文件 扔了过来 现场凶器上 全是你的指纹 你狡辩有用吗 他狠狠一拍桌子 我还是摇摇头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我没杀人 我被人陷害的 哼 陷害 凶器上全是你的指纹 你还说是陷害的 警察冷笑了一声 信不信有你们 反正不是我杀的 我肯定的摇头 同时心里边量了半截 凶器上全是我的指纹 这个陷害我的人 他已经成功的 把我推进了火坑一半了 我这人从来不主动招惹别人 但是别人惹了我了 我也不怕 老子一定把这人给找出来 男警察冷冷看我一眼 对着一旁的女警说道 小条啊 把现场的监控视频给他 看他还怎么狡辩 女警察点点头 把对着我的强光 给关闭掉了 然后拿出个笔记本电脑出来 我听他这么一说 心中更是一惊了 有监控 很快的 这女警察找出一个画面来 而这个画面正好对着张强死的地方 画面显示 张强拿着手机走到了树后边 他似乎在等什么人的样子 我眯着眼睛 死死盯着屏幕 很快 屏幕里出现一个人 我直接就愣住了 这人一头短发背着个背包 跟张强聊了几句 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但是突然 这人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 朝着张强的脑袋 就砸了下来 张强倒在了地上 这人继续砸 一下接一下的 最后 这人抬起头来 露出一张 让我震惊的脸 然后女警把画面定格了 我呆立在当场 看着屏幕上这张脸 我心中充满了惊恐 因为不是别人 赫然就是我自己 你还想狡辩吗 监控里的人不是你是谁啊 说 为什么杀人 男警一声力喝 是我把张强杀了 我什么时候杀的 无数的疑问 瞬间充斥着我的脑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明明还是在来公园的车上啊 我感觉很累 所以我睡了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我精神分裂的 去把张强杀了 我脑海空白 无法自考 我都不知道被人推散了多少下 骂了多少句了 我就是处于呆滞的状态 因为我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凶器上边的指纹是我的 现在还有我杀人的监控视频 脸也拍得一清二楚 我没法狡辩 我杀人了 我真的杀人了 我 要被枪毙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他们关进了临时的老房里 关门的一声巨响 让我从惊恐当中 回过神来 不对 这不对啊 我刚才人在车里边 怎么可能会杀人吗 但是我那天做梦的一切 都变成了现实了 我拿着石头 一下一下砸死了张强 与监控画面上 如出一辙 证据确凿 不 我是被人陷害的 我没杀人 我没杀张强啊 一定有人冒充我杀了张强 从我收到信息之后 找到了张强的尸体 然后过去 把石头拿起来 这一切 都被这个人算计在里边了 我就傻傻按照这个人的剧本再走 他挖了坑 我跳了下来 他要把我整死 我对着门大吼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但是没人理我 我瘫坐在地上 我知道被人陷害又能怎样呢 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被关起来了 天展不知道 我妈和我姐也不知道 警察要通知我的家人 会发现我是孤儿 我师父不在 没人会知道了 我跳进这个坑 已经出不去了 他已经全都算计好了 我拳头紧握着 老子要是不死 一定要把这人给找出来 想让我李天死 没那么容易 我强迫自己 冷静下来 越慌 我就越让那个陷害我的人兴奋 或许 他现在正在某个地方 看着一无所知我的样子 我现在孤立无援 身上东西都被警察拿走了 手机 甚至装着果果的玉佩 也不在我身上 我该怎么为自己身边呢 想到这儿 我走到牢房的窗户边上 透过窗户 看看外边 外面是一片空旷的地方 好像郊区一样的杂草 我想叫人也没人理我 在牢房很久了 我蹲在墙角 根本睡不着 透过窗户看向外边 天已经很黑了 今天没有月亮 我看着看着 突然听见外边传了一点 沙沙的动静 我心中一喜 赶紧爬起来 跑到窗户边上 踮起脚 把眼睛的视线送了出去 外面漆黑一片 但是刚才的动静 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呢 为此 我低声地叫了几声 但是没人回应我 难道 我刚才是听错了 眯着眼睛 仔细再看了几眼 没结果 我叹了口气 准备转身走回墙角 但是这时候 刚才的沙沙声又出来了 我可以肯定 我是没听错的 我急忙踮起脚 再次看了过去 透过窗户的缝隙 正好一双眼睛 出现在我眼前 我吓了一跳 刚才这双眼睛 在我眼前一闪的时候 我没看清楚 它一闪就消失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 自己没看错 这到底是谁呢 难道 是那个陷害我的人 在监视我 想看看 我现在的丑态 我大叫几声 窗户没人回应我 但是 牢房中间的小门 被打开了 一个男人的脸露了出来 他喊了一句 喂 干什么呀 都关起来了 老实点 我急忙跑过去 不是 我刚才看见外边有个人 不 一双眼睛 这警察骂我一句 眼睛 你小子眼睛花了吧 这他妈是二楼 怎么有眼睛 他这么一说 我就愣住了 一股冷意 从我几两股就冒了出来 这么说 刚才那双眼睛的主人 是鬼 难道 是这只鬼变成我的样子 来陷害我的 可是我没得罪任何鬼啊 想到这儿 我下意识地回头 又看了窗户一眼 外边除了黑的诡异之外 什么都没有 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镇定了下来 盯着这男警察的脸 他戴着警帽下的一张脸 他命功有着一丝 积聚依旧的暗沉 再加上他的双眼无神 这是标准的撞鬼之相 如果他不是警察 肯定会倒大霉的 这么说 这牢房附近 有只鬼在这儿 而且逗留了很久了 不然这警察 不会有这种面相出来 我分析的心中意惊 我抓鬼 是个门外汉也就算了 但是 我没工具啊 赤手空拳的 手还被靠着呢 他再来 我可怎么办呢 能不能给我杯水啊 我好渴 我和警察说 真麻烦 等着 他嘀咕一声 转身走远了 很快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递了进来 我用手接了下来 看着他说 我能不能问一下 看守所里边 有没有死过人呢 死人 你问这个干什么 警察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看着他这种表情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 最近或者是以前 绝对死过人了 不然刚才那双眼睛 怎么来的呀 但是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 不过 我现在不确定 是不是这只鬼 要陷害我 只是 我只能防备 以防 这只会对我有什么恶意的 万一这只鬼 只是想耍耍我呢 已经知道这儿有鬼了 我现在就是哭天喊地的 他们也不会把我 押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我是杀人犯了 我现在一个人 待在一个牢房里边 就可以看出来 我现在身份不同了 我沉吟了一下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能不能 把帽子上那个徽章 给我用一下 通常来说 警察帽子的徽章 有人给开过光的 有极好的刻鬼效果 不然这只鬼 在这时间这么久了 这警察 怎么都没事呢 这顶帽子 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肯定不行啊 这警察 坚决地摇头了 然后他转身就要走 我心中一急 赶紧叫他 问他 能不能给我弄点朱砂 他说了一句神经病 嘀咕一声 就走了 我拿着一次性的纸杯 把里边的水喝完了 然后 一直盯着窗户外边 心里想着 要是他出现了 我该怎么对付他 在牢房里边 来回踱步 我从来就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我会出去的 越这么想 我就越着急了 现在 身陷死牢 还有一只 不明身份的鬼 对我虎视眈眈的 算是真的 离死不远了 难道陷害我的人 已经等不及 我被抢毙了 还派了只鬼 要提前把我杀了 心中混乱不堪 而这时候 窗户外边 沙沙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我心中一惊 赶紧 把一根中指 放在嘴边上 我现在 只能用我的血 抵抗这只鬼了 我死死盯着窗外 那该死的声音 越来越频繁了 就好像 有人用指甲 在插窗户 一抓一抓的 让我浑身寒毛 都竖了起来 我摇紧牙关 调动体内的气 把自己命门 给封起来 以防被鬼上身 然后缓缓地 挪动肚子 朝着窗户走去 到了窗户边的时候 我眯着眼睛 再次透过窗户的缝隙 看出去 还是没有任何东西 我没有开鬼眼 现在也没有牛眼泪 他不现身 我看不见他 如果我要是 进阶了三级算命师了 那时候 可以用气去双眼 那一般的鬼怪 我是能看见的 但是现在 我还做不到 是谁 是谁在外边 我压迪声音问他 没人理我 我缓缓地后退 但这个时候 我发觉背后 突然冷气直冒 啪 一只手 搭在我的肩膀上 很重很重的 这牢房里边 只有我一个呀 怎么可能 多出一只手来呢 这一下 我差点叫出来 他想灭我 肩膀上的火吗 欢迎收听 有声小说 算死命 作者 九品一局 演播 新兰 紫金墨 后期制作 喜欢看书的猫 第八十三集 我瞬间就做出动作来 把手指伸进嘴里 狠狠一摇 中指血对轨 一样是有用的 但是 我咬破手指 想要拔出来的时候 我却瞪大了眼睛 低头看着自己手臂的一处 诡异地陷了下去 赫然出现 一个黑色的手指印 我手 就动不了了 他死死抓着我的手 身后的冷气越来越重 更重要的是 我脖子的地方 感觉有一块冰在一栋 他想掐死我 这样下去 我要被他杀了的 我赶紧一咬舌尖 对着自己手臂 就是一吐 手臂上出现我的血水 更是冒出诡异的黑烟来 一声惨叫 我手臂上的手印 一下子消失了 没有了束缚 转过身来 我把咬破的中指 就顶了出去 一个黑影 在我手指前出现了 然后倒飞了出去 这黑影靠在墙边上 我看不见他的脸 但他好像没有脖子 整个脑袋 缩进了肩膀里头 他踮起脚尖的 几乎是用脚趾头 在墙边站着 这个动作十分诡异 好像找机会 要偷袭我 你是谁 我盯着他 他一来不管 三轻二十一的 就要杀我 他的身份 肯定不只是鬼 这么简单 这鬼影喃喃自语 有人 有人要你死 要你死 是谁 我的心沉了下去 果然背后 有人不放心我 想让我死得早点 妈的 这个背后黑手 到底是谁呀 这么害老子 让老子知道 老子争死他 有人要你死 要你死 他说完这话 朝我扑了过来 我做出要吐出 舌尖血的动作 他立马一闪躲开了 我估计 他道行不高 我这二级算命师的 舌尖血 他扛不住 但我心中却是大吉 我今天连续用了 两次舌尖血 勉强的 还能用最后一次 这一次 我不敢浪费 他踮提脚尖 从墙边飞快地移动 我将另外一根手指伸进嘴里 简单的来说 我咬破手指的方法打鬼 每根手指只能用一次 除非是手上的伤口愈合了 况且现在这手靠着呢 更加影响了我的发挥了 难道我今天晚上 要被这只鬼活活地整死吗 我还没找到张道玲呢 我还没找到我的生父生母 问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还没有好好报答我妈和我姐 还没 还没看到我姐结婚呢 很多很多的 我还很多事没做呢 我不能死啊 这么一想 我也就豁出去了 赶紧咬破一根手指 对着黑影就顶了过去 主动出击 这黑影尖叫一声 朝我反扑过来 我这一击击空了 我暗叫一声不好 因为这黑影 好像一条蛇一样 围着我绕了一圈 下一刻我脖子上出现一只 好像冰块的大手 对我脖子狠狠地一捏 瞬间我能感觉到 她的指甲都陷进我肉里了 眩晕 窒息 一下子无情地侵袭了我 渐渐地 身子贪软下来 眼睛也越来越模糊 意识也变得模糊 心里有着无尽的不甘 那又怎么样 我就这样 要被整死吗 我模糊的视线里边 好像看见一个身影 我看不清这人是谁 但是他目光很温柔 仿佛再说呢 让我别放弃一样 我嘀吼一声 狠狠咬破舌尖 一股刺痛 让我的眼睛瞬间清醒了 我使劲挣扎 把自己手脚绷直 抬手就把刚才 咬破的手指 朝着后边顶去 砰 一声梦哼 捏住我脖子的手 瞬间松了松 我咬牙忍住脖子 被扭断的危险 猛地回头 我就感觉脖子 一阵刺痛 但是我的脸 看到了掐住我的黑影 我把嘴里的舌尖血 全都对他喷了过去 这黑影惨叫一声 抱着自己的头颅 在地上打滚 我生怕喷不死的 赶紧咬破另外的手指 再次顶了上去 这黑影剧烈的一颤 停止了惨叫 却是轰然爆裂开来 化为无形 地上只剩下一些血水 我直接愣住了 我杀了一只鬼吗 我杀了一只 想杀我的鬼 我无力地 瘫挫在地上 低头看着自己 被咬伤的伤口 如此狼狈 我心中除了愤怒 就是杀意 这个想让我死的人 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今天的一切 我兄弟张强的死 我要他十倍奉还 坐在地上 我突然听到了 微弱的声音 天哥 天哥 我心中大喜 是受了重伤的张国国 我赶紧压底声音 不过 我在这儿呢 很快地 牢房门下边 划进一个玉佩和我的手机里 我赶紧跑过去 把玉佩和手机抓在手里 心疼地问着玉佩 果果 你怎么样 天哥 对不起 我太没用了 害你受伤了 玉佩里边 张国国哭了起来 没事的 我摇摇头 张国国现在能找到我 给我送过手机来 我已经很感谢了 果果 你能不能把我搞出去 我要自己洗清自己的嫌疑 嗯 好 张国国从玉佩里边钻了出来 我看到 她有一只手还是断的 但是 好像长出了一点 这也让我松了口气 她是个女孩子 即便是鬼 但是少一只手 心里还会伤心的 天哥 你等一下 张国国说完了 立马飘了出去 不到三分钟 锁住我们的门 就打开了 张国国飘了进来 她拿出一把钥匙 把手铐 给我打开了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 把手机 装进口袋里 果果 你就留在这 万一他们过来检查 你用个障眼法 嗯 好 张国国点点头 那天哥 你小心一点 如果你想回来 就大叫我的名字 我就出去接你 天哥 你尽量早上回来 因为他们今天早上 还会审讯你的 那我先送你出去 嗯 我点了一下头 张国国化为一股青烟 飞了出去 我自然是跟着 张国国早就施展了障眼法了 让警察都昏睡了 我算是一路畅通无阻 翻墙跑了出来 张国国立马就回去了 我往公园那边跑 我一边跑 一边掏出手机来给天辰 时间现在很紧迫 大概还有五个小时 天就亮了 今天我要是找不到 洗刷我案情的线索 那又得耽搁到明天 待在那种地方 随时都危险 我不能把我的命 交在那 很快 电话里 传来天斩的声音 怎么了 小天 我让人冤枉 杀人了 我赶紧说 什么 怎么回事啊 快 把事情经过 跟我说一遍 别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天斩被我吓了一跳 我沉吟了一下 把事情的一切 都给说了出来 也包括 我做梦的时候 梦到我杀张家 这么说 有人变成你的样子 把张强给杀了 天斩的声音变冷了 也只有这个解释 天斩继续说道 小天 你想想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精怪呢 因为幻化成你的样子 一般鬼怪不行 只有上了道环的精怪 才能做到 听天斩这么一说 我心中 冒出个人影来 紧握起了拳头 我还能得罪谁呀 除了要逼我姐 嫁给她的狼族组长 还能有谁了 我去他妈的 这混蛋 居然这么整我 我怒火冲天 将遇到狼族组长的事 说了出来 这个混蛋 居然敢整我兄弟 小天 你现在往回看 咱们一起杀到他老巢去 我倒要看看 这所谓的狼族组长 能有多出来 天斩大怒 但是 我回来之前 你先别去案发现场了 因为那家伙 或许还在附近呢 听天斩这么一说 我立马就停了下来 对呀 我怎么可能是狼族组长的对手啊 以他的性子 应该不是他亲自幻化成我 杀的张强 我想 应该是他那几个跟班 但就那种实力 也不是我能对付的 我 现在怎么办 我赶紧问 你姐好阿姨 都在准备独雷劫呢 让他们下山是不行了 我估计 你也不能愿意 这样 你去找那只老鼠精 过来保护你 那家伙 你给他算过几次命 应该让他给你做点事的 让他陪着你 到案发现场看看 那 我怎么找他 我赶紧问 我现在回去 天都亮了 他还怎么帮我呀 很简单啊 你现在随便找个下水道 把你的名字 对下水道喊三声 大声喊 那老鼠精的手下听见了 自然会通知的 然后 你在原地等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往回赶 需要一天一夜 这段时间 你机灵点 千万千万别出事 不然我就是追到地府 都得把你抓回来 记住了 咱们兄弟 还得杀到 狼精的老巢去呢 好 挂掉电话 我四处扫视了几眼 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 看见一个下水道 就把嘴凑了下去 大喊了三声 我的名字 里边传出回音来 很快的 下水道里边 沙沙作响 一只老鼠 疑惑地 从这洞口钻了出来 他眨着眼睛 看着我 我对他说 我找你们老左 这老鼠点头 很快再次 钻进了洞里头 我就躲在一个巷子里边 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 把张强发我的信息 给翻了出来 心里边堵得慌 他就是知道 要死在我手里边 所以才一丝防备都没有 去了那么偏僻的公园吗 我叹了口气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一点了 我急得来回躲步 我以为老鼠精 从山上下来 也得一个小时呢 但是 没过十分钟 刚才那洞口 一个只有鸡蛋大小的老鼠 钻了出来 我愣愣地看着这小老鼠 它就是老鼠精的本体 我看得想不通了 但是 我看到它 只有一个前肢 应该就是老鼠精了 但这也太小了 看什么 很奇怪吗 老鼠精的声音响起 然后 小老鼠站了起来 体表冒出一股白烟来 摇身一变 穿着红衣服的老鼠精 出现在我眼前 它看了我一眼 觉得 我很是狼狈 于是问道 找我干什么 你怎么这么快啊 我没回答他 反倒是好奇地问他 山上面待太久了 出来逛逛不行吗 老鼠精还摆我一眼 说说 到底怎么了 老鼠精问我 我顿了顿 把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老鼠精有些吃惊了 它惊讶地看了我几眼 随后脸色 一阵阴晴不定 它沉默了一分钟 然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这门儿有点大呀 我没说话 她紧接着说道 你妈要是看到你这样子 不得立马跑过去 把那小子给杀了 所以我不敢告诉她 她要度雷洁了 我妈出手 那真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代价太大了 我妈出手 我姐能继续待在山上吗 老鼠精一咬牙 你妈虽说看我不爽 但算了 我就帮她儿子这一次吧 谢谢 我认真地说道 走吧 带路 我点点头 往着案发现场过去 老鼠精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 不知是老鼠精的原因 我感觉自己跑得很快 大概不到十分钟 我们两个就到了偏僻的公园了 现在的证据就是 凶器上边有我的指纹 我杀人的完整视频 还有现场那么多警察做目击证人 一切的罪名都成立了 我的结果绝对是死 好你个狼族组长啊 挖了如此滴水不漏的大坑让我跳 好 这一筹 我李天一定十倍地让你偿还 把心中的怒火压下去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如何找到突破点 这是一个滴水不漏的局 一切的证据都指向我了 特别是我那个杀人的视频 单单就这一样就可以定我的罪 我跟着老鼠精朝着案发现场走去 这儿还有警方布置的隔离带呢 走到那棵大树后 地上的血迹已经干透了 我沉默了 张强是因为我死的 做兄弟的 怎么也得送他最后一筹 沉默了一会儿 我四处寻找 凶器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现场留下的只有一滩血迹 其余的 我找了半天 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 那个变成我的东西 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呢 我沉眼起来 难怪师父会说真假 这真的是倚假乱真了呀 老鼠精走了过来 他用鼻子嗅了嗅 这里还有那只狼精残留的妖精 是个厉害的家伙呀 听他这么一说 我自然赶紧问 这狼精几百年道行 我生怕是那狼族组长亲自动手 他比我妈的道行还高呢 真不是我能对付的 跟我差不多 或许比我还低一点 老鼠精想了想说道 我松了口气 果然不是狼族组长亲自动的手 应该是他上次带的手下做的 我下意识的四处看了几眼 突然沉声说道 那你能不能帮我把冷静抓住 如果要能抓住这个家伙 然后逼他再次幻化成我的样子 那这个案子或许就有转机了 老鼠精一愣 他摇了摇头 他要是在这里 我或许可以试一试 但这附近啊 没有其他妖精的妖气了 这证明他并不在这里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算死命 作者 九品一局 演播 新兰 紫金墨 后期制作 喜欢看书的猫 第八十四集 我眉头一皱 他真的不在这吗 那教唆那只鬼到牢房里杀我的 又是谁啊 我敢肯定 他不亲眼看着我死 他绝对不会回去交差的 那他现在又藏在哪呢 不过我可以试着找一下 老鼠精说完这话 他一只手凑在嘴边念出什么咒语来 很快的 四面八方响起一阵沙沙的声音 我心中惊讶 看着上百只老鼠 从四面的草丛里边钻了出来 并成牌趴在老鼠精面前的地上 就像参见着女王一样 这些个老鼠 都有人脑袋大小 单个足以吓人一跳 他们眼睛很灵动 虽然说离城京还很遥远 但是老鼠精这个老祖宗 召唤他们 他们不敢不听的 记住这附近的气味 将这只家伙 给我找出来 老鼠精淡淡说道 趴在地上的老鼠 全都站了起来 恭敬地点点头 然后潮水一般地 快速退了 我看得心中惊讶 老鼠精不夸张地说 它能调动整个市区的老鼠 可以掌握任何市区的动向 如果那只狼精 真的在市区的话 那绝对是可以找到它 等等吧 他们有消息了 自然会过来通知我的 老鼠精对着我说道 嗯 我们俩在公园里边就转了起来 首先来到那个监控器前边 这刚好对着大树后边 把我杀人那个画面 全给记录下来了 找的地方真好啊 凭着老鼠精的嗅觉 我们俩很快找到那只狼精 待过的地方 这地方应该是等张强的时候带的 但是依然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无奈之下 我跟老鼠精只能在这儿等着 但是老鼠精等了一会儿 他闻着这股残留的妖气 把我带出了公园 他把我带到一块郊区一样的地方 他说 那只狼精就是在这儿画形的 只可惜这儿没有监控器 不然要拍下他画形的场面 足以洗刷我的罪名 这算是无功而返了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抓住狼精了 没有别的办法 我跟老鼠精只能回到公园等待 无聊的时候 我也跟老鼠精聊了一下 之前他雷劫下受了重伤了 他需要的东西现在找到了 他说了 大概需要五十年 他能恢复之前的道行 不过 他话语当中 还是有着感谢我的意思 一直能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拼上性命的老鼠精 他本性就不坏 所以聊着聊着 感觉这只精怪也不错 沉默了好久 看着地上的血迹 我心中越发地觉得 对不起张强了 不管怎么说 我这辈子是欠他一条命 这个情 我只有下辈子还给他 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你得罪的这只狼精啊 可是有六百年导航的家伙 他的父亲就更加不用说了 跟沐月父亲是一个级别的 老鼠精缓缓地说道 听他这么说 即便我心里边有准备了 还是已经 我妈才三百多年的道行 这个狼族的族长 比我妈高出两百多年道行里 难怪那天他当着我妈的面 还逼着我姐 我没说话 我知道老鼠精的意思 是让我做什么决定 小心谨慎点 一般说来 我们精怪是不能乱杀人的 他这次不惜杀人来陷害你 算是下了血本了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 惹到他了 老鼠精疑惑地问我 我摇摇头 就是上次把他赶走了嘛 我哪里还得罪他了 这就奇怪了 老鼠精沉吟了起来 大概等到晚上两点多的时候 一只肥老鼠从草丛里边钻了出来 他站起来 恭敬地在老鼠精面前叽叽喳喳的 老鼠精点手一挥 这只老鼠就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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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